在受风险的同时我们读一节圣经 在真言第22章第6节 真言22章第6节 只有一节的圣经我们一同来念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你 再读一遍来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你 今天是父亲节 在这首先恭贺每一位在座的父亲 父亲节非常非常非常快乐 Amen 你知道每年在父亲节 我们总是为爸爸们预备了一个 跟全家照相的机会 这些年我也是 有机会跟孩子们照相的时候 就每一年我都会把照片 放在我办公室一个波罗腾布上 都排起来 虽然现在孩子们长大了 不是每年有机会凑在一起 可是每一次当我回头看 看这些照片的时候 真的感触还是很多 看见这么多年 虽然像我们这样自己一个很不完全的父亲 就看见神的恩典 在这些年里面 从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 神的恩典真是够用 Amen 跟人家说神的恩典够用的 就像我们今天说刚才唱的诗歌 我们行在神信实的恩典中 每一次这句话都很触摸我 真的我们一生的道路都在神的面前 每一次当我们软弱 我知道很多的父亲可能也跟我一样 很多时候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怎么样做一个父亲 很多时候每当我们是软弱无力的时候 神总是成为我们的力量跟帮助的 Amen 你要知道在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 一个父亲所带给孩子 一个父亲的形象是非常重要 这个父亲的形象倒不在于 我们怎么口头上的一种教导 这个父亲的形象是在每天生活当中 潜移默化的影响力 就是我们的生活行为 我们的习惯 我们的喜好 我们所厌恶的事情 甚至我们心中深处的忧虑跟恐惧 都有形无形的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 所以做一个父亲 我们真的不能够轻忽我们的责任 一个教养的责任 多少时候你想想看 每次你看到你的孩子的时候 特别当孩子越来越长大 每次你看到孩子 难道你不就是看见你自己吗 真的 有时候你觉得 哇 这就是你自己 你的孩子就反映你自己 我越想到这里的时候 越来越觉得父亲是非常重要 我们绝对不能够轻忽 做一个父亲的角色 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在我们儿女身上 也能够带来一些属灵的影响力 Amen 所以今天上午要从三方面来思想 怎么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 首先第一个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主动跟随神的人 跟你们要做一个主动跟随神的人 我想做一个基督徒 我们必须为自己的缘故 建立一个与神的关系 很重要 但做一个基督徒的父亲 不但是为你自己的缘故 要建立一个与神的关系 为你儿女的缘故 你更需要建立一个与神的关系 因为信仰是一代一代传承 所以圣经讲到说 我们的神是亚伯罗汉 以撒 雅各的神 是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为你儿女的缘故 你应当建立一个与神的关系 因为当你跟随神的时候 你的儿女才会来跟随神 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你有两个人物 亚伯罗汉跟罗德 这两个人物 都是从吴尔这个家乡一同出来 而且他们要一同进入神的应许之地 我们看这两个人 都是认识神的人 这两个人也都是属神的人 但是他们两个的结局 却是非常的不同 亚伯罗汉是一个一生跟随神 他的信仰是一代一代的传承 所以我们的神 称他自己是亚伯罗汉以撒雅各的神 我们看这是何等美好一个见证 可是罗德是完全不一样 罗德呢 他的妻子 因为贪恋索多玛的缘故 神叫他们离开索多玛的时候 还很不舍回头看索多玛 一看就变成什么 一个炎柱 他的女婿根本不肯离开索多玛 就跟着索多玛一同灭亡 他的女儿虽然出了索多玛 但是没有敬畏神的心 跟他的父亲犯乱伦对罪 生出两个孩子 一个摩押跟亚门 这两个族都是神所咒诅的子民 哇 你看见 这两个人同样的开始 一同从一个家乡出来 同样有个应许之地 摆在他前面 但是结局何等不同 为什么 最主要的原因我相信 亚伯拉罕就是一个主动跟随神的人 在圣经里面你看见 无论亚伯拉罕走到哪里 他都为神筑一个什么 祭坛 为什么要筑祭坛呢 因为祭坛是他可以求告神的地方 祭坛是他向神献上感恩的地方 祭坛是他向神献上生命的地方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 祭坛永远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 神在祭坛那里向亚伯拉罕说话 神在祭坛那里与亚伯拉罕立约 就是在这个祭坛的所在 亚伯拉罕跟神建立非常亲密的关系 我们看见《创世纪》18章17节 怎么形容他们的关系呢 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是怎么样 岂可瞒着亚伯拉罕 哇 如果神今天向我们说这句话 我们死而无憾了 我告诉你 真的 神说我所做的是怎么可以瞒着亚伯拉罕 你看他们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 所以你要知道 神之所以祝福亚伯拉罕 不是因为神偏心 不是 神之所以祝福亚伯拉罕 因为亚伯拉罕真的是为主动跟随神的人 你们 反过来罗德呢 你看见在圣经里面就说 从来没有提过一次 罗德为神筑过任何祭坛 没有耶 当然耶和华说 牧师他是跟着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筑的祭坛就够了吗 刚刚筑两个祭坛 一个祭坛就够了 对 没错 但是当他离开亚伯拉罕之后 你也没有看他为神筑个祭坛过来 我们就看见罗德 他只是一个跟着亚伯拉罕的 亚伯拉罕到哪里筑个祭坛 他只是跟着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敬拜 他也跟着顺便敬拜一下 我就发现今天很多基督徒 也是这种顺便行的基督徒 你们这里敬拜很好了 唱了四歌也很好听 讲道也不错 礼拜堂很漂亮 等到将来见 顺便来敬拜一下 顺便来一下吧 很多基督徒来到教会 没有跟神真的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以至于不但不能给自己带来祝福 我们也没有办法为我们的家人 带来属灵的影响力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做一个基督徒 你一定要在这个很基本的事情上下功夫 你要花时间来亲近神 你一定要主动做一个跟随神的 你知道我常常说 在人的一生当中 总有一个地方 是决定你一生成败的地方 对一个基督徒来讲 那个地方就是你来到神的面前 双膝跪下 与神面对面的地方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在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情上 让我们一同来亲近神 千万不要再做一个顺便行的基督徒 跟你朋友说 不要做个顺便行的基督徒 今天早上让我在这儿呼召你 主动来跟随神 三件很简单的事情 第一个 每天来读神的话 跟你朋友说 每天来读神的话 第二 学习听神的声音 跟他学习听神的声音 跟他说 你不要以为学习听神的声音很难 我们是平行读很难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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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讲过 聆听不是恩赐 聆听是任何关系的基本要素 很多时候神借了讲道的时候 你可以听见神的声音 在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会听见神的声音 有的时候跟你在生活当中 与人交往的时候 你也会听到神 你要注意留心 神要向你说什么 第三个 要遵行神所吩咐的 跟他们要遵行神所吩咐 跟他说 我们看这三件最基本的事情 每天读神的话 学习听神的声音 遵行神的吩咐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我告诉你 不但能够为你自己带来祝福 你也能为你的家人带来祝福的 Amen 所以第一个一定要主动来跟随 第二个 做父亲的 一定要教导你的孩子来面对人生 跟你说要教导你的孩子面对人生 教导些什么呢 第一 要教导你的孩子来认识神 跟你说要教导你的孩子认识神 你知道 当然教养孩子是我们 做父母应当有的责任 但做一个基督徒 到底什么是我们教养孩子的目标 我相信我们教导孩子的目标 应当不是只叫他出人头地而已 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 要教导我们的孩子 让他成为一个属灵的人 什么是属灵的人 跟着前书第二章十五节 我们看一个属灵的人 看透万事 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了他 要注意 这里没有说一个属灵人是看破万事 好像看破红尘 不是 是看透万事 换句话说 能够有神的眼睛 能够有神的智慧 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行事 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当中 难道这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智慧吗 为什么要这样教导他们 因为有一天你孩子会长大的 他自己必须独立去面对人生各样的选择 很多时候你的儿女所面对的选择是 你我爱莫能助 帮不上忙 无论你要把它送到多好的学区 无论你把它送到多好的学校 私校 名校 基督教学校 无论你是把它放在家里 自己homeschooling 没有一件事情 能够保证他一生当中来跟随神 只有当他认识神 当他心中有神的同在的时候 神的圣灵才能够在他每天的生活当中 亲自来引导你的孩子 让他走在神的道路上 Amen 所以做父母的 我们一定要鼓励我们的孩子来到教会了 不要因为课业的缘故拦阻他来 你一定要让他从小的时候 能够经历神的同在 不只是有一大堆属灵的知识而已 你让他在教会当中经历神的同在 一旦他经历的神 他的价值观会被神所调整 他就不会转向这个世界 而且你要让他主动积极来参与教会的服饰 不要说服饰会花太多的时间 想想看 做父母 特别中国父母 我们多少时候勉强我们的孩子 花时间学钢琴 花时间学游泳 花时间踢足球 最重要花时间学中文 你勉强他 花多少时间勉强你的孩子 做这些事情 你都不觉得花时间 奇怪了 但为什么你孩子要服饰 你觉得他花时间呢 难道服饰不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吗 在一个孩子身上 在服饰的过程当中 他属灵生命才能成长 不是一大堆知识而已吗 如果你只让他教会 孩子来教会 只一大堆知识没有用的 在服饰的过程当中 他生命才能被改变 才能体会神的心意吗 一个心智成熟的孩子 他就不容易受这个世界所影响了 你更是要你的孩子参加小组 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朋友是很重要的 如果是好的属灵同伴 就能在主的道路上 一同快跑跟随神 所以要教导的孩子认识神 第二个 要教导的孩子认识自己 跟你们教导的孩子认识自己 我观察了很久 在北美的华人 我们的下一代 自我形象都很低的 我们真的需要做父亲的 要帮助我们的孩子 认识自己 而且建立一个正确的自我形象 怎么样建立正确的自我形象 第一个 一定要关心他们所关心的啦 跟你朋友说 要关心他们所关心的 特别是我们做父亲的人 有时候我们做父亲的 我告诉你 真的不大关心我们的孩子 或者应当说 我们只是关心我们自己想关心的 只要他们上学读书 没问题 下课做好功课 有的吃有的睡就好了 还什么问题呢 我们只是关心我们所关心的 我们却不大关心孩子所关心的 曾经听到一个初中生这样说 和我爸爸从来不知道 我在学校里做什么 他从来没有注意过我所画的话 他也从来没有听过我喜欢听的歌 不关心就代表不看重 所以对孩子的心理 也不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 不觉得自己是有意义的 只有当你关心他的时候 他才觉得自己被看重 第二 要常常鼓励他们 跟人上要常常鼓励他们 因为人都是需要鼓励的 不但做得好都是要鼓励 做得不好的时候 也要鼓励一下来 就像打球的啦啦队一样 球队的啦啦队 打得好的时候 哇棒啊加油 打得不好的时候也没关系 下次再来没问题 我们一定要常常学学鼓励 千万不要把你的孩子 一天到晚跟别人来比较 人 这个比人怎么样 气死人 而且伤他们的自尊心 所以一定要常常鼓励 第三 要给他们适当的责任 跟你们要给他们适当的责任 因为只有当一个人 有责任在身的时候 他才觉得自己有重要 才觉得自己重要 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 我们一定要学习 给孩子一些责任 很简单的 就算洗个碗也好 就算倒个垃圾 他固定的责任 一个人有责任在身 才觉得自己重要 他觉得自己是家中 不可少的一环 所以我们要学习 帮助孩子有责任感 事实上一个孩子 懂得自己有责任的时候 表示他也才是 成长的过程当中 所以我们看见第二 你一定要教导孩子 认识自己 第三 要教导孩子 认识他的社会责任 跟你朋友说 教导孩子认识 他的社会责任 跟他说 事上我也常常看见 在北美 我发现我们中国人的教育 有一个很缺乏的一环 就是我们很缺乏 对孩子进入社区 参与社区这方面的教导 传统上我们中国人 一向都是个人 至少门前学 莫管他人 瓦上双 事实上这样的观念 也传承到我们下一代 你仔细看我们在 北美的华人的下一代 你看看 多半都是只追求 个人的成就而已 多半都是得到科学奖 自己很有成就 做博士 做医生 很少社区的领袖 中国人非常少社区的领袖 在美国所有的族一当中 根据他们统计 如果把这个族一里面 被大家所公认的社区领袖 比起这个族一的人数来讲 中国人是在所有族一当中 比例最低的 换句话说很多的人 可是很少的社区领袖 在教会当中更是如此 放眼看整个在北美 美国亚裔这一代 Asian American这一代 最出色的属灵的领袖 我们看见很少是ABC的 多半都是ABK Korean 一些出名的年轻一代教会领袖 都是韩国的下一代 很少ABC ABC的牧师都比较 Lay back 所有的经验都是非常退缩的 我就看见为什么 跟我们中国人教育大有关系 我们很少教育我们的孩子 要进入社区 有社区责任 我们只是教育孩子 出人头地 个人有出息 我们就很少教育他 参与社区吧 因为这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Amen 所以应当从我们自己开始 从你自己就要开始 如果你是有个社区 责任社区的使命 你的儿女很自然 跟着你就参与社区了 从我们自己开始 走进学区吧 走进社区吧 主动地参与 也教导我们儿女来参与社区 我们看见 我们教养儿女的目的 不是叫他出人头地而已 我们教养儿女的目的 是叫他成为服务人群的领袖 Amen 所以第二个 我们一定要来教导 我们的儿女来面对人生 这是一个父亲很重要的责任 最后第三 要做一个为家庭带导的人 给你们做一个为家庭带导的人 跟他说 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一个做父亲的人 我们是属灵的头 你知道吗 既然是头就表示 神是给我们一种权柄的 这个头代表权柄 表明你在家庭里面是一个权柄 你可以在家庭当中为这个家庭带来祝福 为这个家庭带来医治跟保护 事实上今天在你的家庭当中 只有你有这样一个特别的权柄 你可以站立在这个家庭的头的位置上 你来斥责仇敌上的作为 能够吩咐这个仇敌要退去 因为这个家庭属于神的 Amen 做一个父亲 你有这样的权柄 你有这样的地位 所以你不要退缩 你一定要为神的缘故 为你的家庭缘故 站起来做为家庭带导的人 特别是当你的儿女长大 你发现你已经没有办法帮助他们的时候 你有过这样的情况吗 你真的觉得你已经没有办法再帮助他们 在这样的情况当中 我告诉你 祷告仍然是最好的办法 跟你们说祷告是最好的办法 跟他说 你要为你的儿女来祷告 不但为他们的功课 朋友 感情而祷告而已 而是要为他们灵命来祷告 每一天求圣灵大大充满他们 求神用盼望的灵来充满他们 好叫他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不至于失望 你知道吗 你知道因为孩子们的眼界都是很短浅 孩子们看不远 事实上他们常只看见这个礼拜二 拜的位 如果他们看不见眼前有什么盼望 他们就很容易落入绝望当中 这为什么青少年这么容易自杀的原因 看不远 我们要求神开他们的眼睛 让他们看见他们是有明天的 他们的明天是在神的手中 虽然人会叫他们失望 但是在神的里面 他们永远有盼望 你要每天为你的儿女祝福 祷告 求神的圣灵充满他们 也求神的智慧的灵充满他们 因为我们不可能天天跟我们的孩子在一起 我们也不可能代替我们的儿女做所有的决定 只有神能够每天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给他们智慧做正确的决定 Amen 你更是要每天来祝福你的孩子们 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父亲的祝福是非常重要的 做父亲的你要明白 你是你家庭当中得蒙神祝福的管道 不要轻看你自己 不要轻看你自己 很多的基督徒的父亲 特别中国的父亲 一想到祷告 妈妈你来 做父亲的太重要 一个父亲的祝福是家庭得蒙祝福的管道 所以你要常常向你的儿女 说出鼓励的话来 造就的话来 祝福的话来 我知道这不是传统中国父亲的角色 从中国父亲的角度很严富 圣经里面教导我们 做一个父亲的 要说出鼓励的话 造就祝福的话来 所以中国的老爸们 不要一天到晚爱在心里口难开 真的 你一定要做一个基督徒的父亲 你要破除这种传统的捆索 你一定要主动地来祝福你的儿女 因为如果你不说 你就剥夺了你儿女 可以得蒙祝福的机会 做父亲 你口中所出的话太重要 你说出祝福 你的儿女就得着祝福 你说出咒诅 你的儿女就承受咒诅 Amen 你一定要选择常常开口祝福你的家人 你的祷告能够成为你家庭的保护 Amen 当然你会说牧师 你不知道 现在在我们家里面 我们跟孩子之间似乎不能够再讲话了 甚至一讲话就会吵架 你有这样的情况吗 怎么办 要记住 Don't get mad 不要生气 Don't be sad 不要悲哀 But pray 要祷告 你真的要祷告 Amen 我再说 Don't get mad Don't be sad But pray 你要明白 其实 所谓青少年的叛逆期 在你孩子的一生当中 只是很小一个阶段而已 你的孩子 起码现在八九十岁的年龄 叛逆期 只不过是三年四年最多五年 有一天它会成长 年轻的时候叛逆很酷 长大了 叛逆连他自己都不觉得酷 我告诉你 Dr. Jim Dobson 他说的非常有意思的统计 他在美国的所有的孩子 他说 85%的孩子 无论他们年轻的时候 多么悖逆 85%的孩子 至终会回到他们父母的价值观当中 哇 这个统计带给我非常大的安慰 不是吗 所以要relax 要relax 人生是很长远的 人生也是很宽广的 神的道路更是高过你的道路 Amen 所以不要活得 好像连今天都过不了的样子了 坚持来信靠神吧 把儿女交托给神 因为至终信靠神的人 必不自羞愧 Amen 这样也有人说 今天这样一个世代 是个缺乏父亲的世代 不是说没有父亲了 很多了 只是缺乏为父的心了 多少的伤害 多少的失望 都是因为没有像天父那样的遮盖跟保护 今天做一个基督徒 一方面我们感谢神 因为我们的神 就是我们慈爱的天父 祂是我们永远的依靠 但另一方面 求神帮助每一位做父亲的 让我们懂得效法天父的榜样 做一个主动跟随神的人 做一个教导儿女的人 做一个为家庭带导的人 让我们成为一个 为家庭带来属灵影响力的父亲 Amen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再次来到里面 献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 谢谢你 多少时候我们做父亲的 我们真的不知道 怎么样来带领我们的儿女 甚至我们不知道 自己当怎么样做一个父亲 儿主 你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让我们永远回到你的面前来 寻求你的智慧 寻求你的力量 寻求你的帮助 主 再一次为我们中间每一位做父亲的祝福祷告 多少时候我们心中软弱的时候 求你加添力量 当我们心中彷徨的时候 求你亲自来引导我们 让我们真的知道 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情况当中 你都是我们的大牧者 你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亲 我们可以随时回到你的面前寻求帮助 也祝福我们跟我们孩子们的关系 多少时候我们常常在一种混乱的情况里面 不知道如何向前走 愿你祝福我们中间每一个家庭 让我们真的回转到你的面前 寻求你的帮助跟力量 让每个家庭在你面前 得蒙你的祝福跟恩典 我们谢谢你 将一切荣耀归给你 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 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诗歌 更新我心意 使我能想你 更新我心意 使我能想你 更新我心意 更新我心意 使我能想你 更新我心意 使我能想你 祝你是桃架 祝你是桃架 我是你主 我我所造我 使我你恳求 祝你是桃架 祝你是桃架 我使你主 我我所造我 祝你是桃架 是我的苛架 是我的苛架 更新我心意 是我的苛架 是我的苛架 祝我们把我们家庭都带到你的面前 来祝 今天早上愿的圣灵来教导我们 祝我们带领我们儿女来到你的面前 祝我求你来亲自来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中间每个父亲 祝福我们中间每个母亲 祝把我们的家庭交在你的手中 更穷的灵来 来赐下祝福 祝我们的孩子一生的道路 带到你的面前来 祝我们更求你来 噢 我们向你来寻求 寻求主啊 噢 哈利路亚 是的 主啊 噢 グロー 是的 来更新我们的心意 主啊 更新我心意 使我能向你 更新我心意 使我能向你 祝你是桃江族 祝你是桃江 我是你主 我我所造我 是我 sweats冰 也是桃江族 父啊 最自EE! 本身的失誌 圣经我今已 面前往小星 Won't change 祝我BLANK 嗯 动作 更新我心意 祝我 harms 使得主来更新我们的心意 让我们更加向祢 谢谢祢赐给我们的家庭 让我们在其中学习祢的爱 虽然我们如此缺乏爱 但祢却是爱的源头 我们一次次回到祢面前来 承认我们的需要 祢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刻 祢乐意来帮助我们 赐下你的爱在我们每一个家庭当中 赐下你的智慧力量 特别是在我们的父亲当中 多少时候我们不知道 怎么带领我们的孩子 不知道怎么带领我们的家庭 让我们自己主动来跟随祢 让我们主动回转到祢面前 主动承认我们的需要 愿祢的圣灵今天早上 大大充满在我们每一位父亲当中 Hallelujah 让我们在一生当中 就选择紧紧跟随你自己 谢谢我们的主 愿着圣灵今天早上运行在我们中间 用你的宝贝亲自拖住 每一个父亲 每一个家庭 将一切荣耀归给你 谢谢大家主耶稣就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参与众人同在 从今至到永永远远 Amen Hallelujah 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跟你旁边 丢着要做一个带来属灵影响力的人 跟他说 上帝祝福你们